大家好,我是青青 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主题竞技场 本次的这个主题是无情追打 所谓无情追打 打了几局,大家就都知道了 它的,呃,你的追打可以发动两次 但是本身就可以发动两次的 是不是可以发动四次 这我就没有试了 等一下我会试一下 知道的朋友可以直接留言回答 这个前面没有路 我就没有注意到 这个,我觉得好像是开了这个软件了 结果是没开到 好在现在的这个段位也不是很高 现在是好像是14分 对不对,14分 好像是个上人吧 也不会很高 我们这战标就打完了就可以了 这朋友带的是这个千代伯伯 如果被这个千代伯伯连住的话 那不知道连多少次 好,对方已经退了 再拿下了 这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战斗开始了非常的快 都没有时间 一眨眼又开始一局 这个佐助应该是在这个主题下应该是很猛的 就是通灵兽的这个追打不能发动两次 这个带质奶是比我这个安全的考虑 因为质奶是不会追打的 所以就比较亏 好在是这个 惠夺二代的这个追打 非常的强悍 这个合成是免疫的朋友 开盾了 这个应该是我应该是稳赢的 这主要是我想凑一下连击数 因为没有这个连击数 下个回合就到不了三十连一 还是没凑备了 对方发奥义了 不过这下就可以了 主度的奥义被打断了 这个惠夺二代这个养成养两次 那个效果更是拔群 这个伤害哪怕第一回合养了两次 到第二回合的时候伤害就已经非常高了 然后第二回合再奥义 然后再再出追打就更强 这个不太适合 我觉得虽然是追 这个追打没追上 不然的话应该是发动两次的 哎呀老爷爷没有打到和尚 要打到和尚就不用受他这两棒 不过也问题不大 因为有和尚在 我的这个抗性和防御都不错 还能扛得住 后手控三代 这个我采取比较稳妥的打法 我怕他是这个二次普攻 要是二次普攻就非常的麻烦 他可以解到状态 所以就牺牲了我这个连续奥义了 不过好在也无所谓 这一轮就把他打死了 就无所谓 无所谓这个连续奥义了 今天感觉这个主题竞技场 比我预想中要好打一些 感觉好像那些大佬我都没有碰到 是不是 这个对手都一般般 你看这个阵容 雷主雷凯 我还没用质奶消他的争议呢 这个和尚就把他控制了 他就更不要再打了 对方已经退出了好快 然后继续 真快呀 要是真的段位是这样就好了 这个是金鸣班 还有这个老爷爷 我知道你要开盾了 是不是阻挡 真的呀 被我猜中 好吧 被打乱的好惨啊 然后下个回合我们就用二代就是打他的老爷爷 这个连续奥义 而且也阻止对方加完 赢人这一个奥义下去就是加四十的查克拉 四十的查克拉 班爷还是不能奥义 追打得更多啊 好 老爷爷空了 然后质打奥义 赢人没有刷新奥义啊 有点小欲呢 我这个奥义就是为了凑三十连的 可以养两次这个二代 你看二代这个追打多么的凶嘛 可以打到班爷身上 效果就不好了 因为班爷是不离免疫的 我这个二代这么凶猛啊 翻奥义 你看这个二代多么的凶猛啊 太太厉害了这个追打 加血 搬野倒了就剩下名人了 名人还剩一丝血被狗无情咬死了 那这样还差一场对对对 没到六道激动了激动了 还有一场 这个对方是一个突破小迪的一个镇头 上来先给我爆刀先点个火 顺便是他是给这个小迪加二字母的 然后我们先先给他上标记 不错这个标记上的 不是上到两个人是上到三个人 这个奥运得发了 果然被抽篮了 果然被抽篮了 这个等一下 哎呀 我还说后手控他的小迪呢 结果 被抽篮了 就不太好了 撤 还有鲨鱼 哎鲨鱼正好给我送完 好的 后手控小迪 呵呵 我来说控不了你了 嗯 好的 小迪被控了 然后我们奥运他的爆刀 因为他这个可以给小迪解状态 这个不能 人间道也奥运错人了 我先加个血 先去踏实踏实 这套追打可够你兽 再来一点 我活的天哪 放了鲨鱼了 他好像没有神经毒素 他好像也是 对 他也带的是这个 鲜树查克拉 没有我先攻快 白白 就算你先攻快 你驾不到二十代 二十代也是挫住你的 好 那这样就顺利到了六道 希望我先打 第四个打到六道 之前还有三位前辈 没碰到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